- 大家好我是Cell - 我是大大 - 我們今天呢拍的影片的主題 - 我覺得跟以往好像不太一樣 - 很不一樣 - 去年跟今年我們各自都改造了自己的房間 - 對對對對 - 之後呢生活上面就開始出生了一些改變 - 我覺得我們很常跟大家講說去改造自己的房間 - 因為你改造房間以後會提升你的生活品質 - 不只是讓你的房間變得更漂亮 -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真的耶 - 你可能就會因此而培養了一些新的習慣出來 -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之前一直想做但做不到的事情 - 所以我們今天呢就是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- 在我們改造完房間之後 - 我們多多數去買了那些東西 - 那這些東西是真的我自己個人還蠻有感的一些物品 - 哇好期待你的東西喔 - 所有的東西 - 我們先從你的房間開始 - 好 - 首先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- 是不是覺得跟我剛剛講的主題好像一點關係都沒有 - 就雖然不是你新買的東西啦 - 可是我覺得iPad真的對我們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方便 - 我其實已經買了兩年多了 - 但是呢如果改造房間之後我用它的頻率又變得更高更高 - 基本介紹我這台買的是iPad Pro 11吋 - 我選的是太空灰的顏色 - 首先當然第一個是工作上面是非常非常有感的一件事情 - 因為我們需要跑不同的暗場開很多的會 - 所以我通常就是會把iPad想像同時帶著10分以上的筆記本到處走的那種感覺 - 那你iPad最常用的軟體是什麼 - 我覺得我第一名常用的應該就是GoodNotes - 第二名常用應該是Procreate - 都是工作的欸 - 這兩個而且我們之前其實都有寫過介紹文章 - 就是你寫的 收藏數超高 -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到賣率上面去尋找這兩篇文章 - 把它收藏起來就可以教你們怎麼使用 - 那啊GoodNotes的話像是開會的時候討論 - 或者是我跟客人諮詢或去暗場丈量的時候 - 我們都會用GoodNotes來做紀錄 - 還有一個功能也是我覺得很好的是你可以插入圖片 - 但是我們有些暗場的照片 - 你就可以插入到旁邊做一些筆記也很清楚 - 說Create的話 - 它就有點像是iPad版的Photoshop - 它可以在一個檔案裡面開很多的圖層 - 好對 - 可能就是我把一個平面圖放進去 - 那我就用版本一版本二的去規劃 - 再去做比較都很方便 - 這是我們常用的方式啊 - 那我覺得對於有很常在畫畫 - 甚至是畫動畫的人 -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的畫筆啊 - 塗層這件事情我自己真的覺得很方便 - 第二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- 它是玉有花的一年生植物日曆 - 我覺得它算是幫助你在日常建立其儀式感 - 很入門的一個方式 - 日曆顧明星你每天就會需要去撕一張 - 所以你就是撕一張的時候 - 你就會去知道說 - 我的今天從此刻我要開始 - 會更有動力去做接下來的事情的感覺 - 我很喜歡它的地方是 - 因為它是植物日曆 - 所以它其實每一頁都會介紹一種植物 - 而且他們每週一介紹的植物是台灣的原生種 - 除了介紹植物之外 - 它每天都有一句話跟一個主題 - 比如說今天的就是伏筆 - 它說人生如氣 童年是生命的伏筆 - 它每天會有一句像這樣子 - 很可以讓人去省思的一句話 - 我最喜歡就是它的生活指南 - 它生活指南就是會 - 可能今天去思考某一件事情 - 或是去做某一件事情 - 比如說像今天的就是 - 和朋友分享童年最懷念的事情 - 我記得之前還有一個是 - 觀察你的同事今天有什麼不一樣 - 試著去猜他為什麼今天會這樣 -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在那個工作室的時候 - 我們就說 - 欸你今天戴帽子 - 是不是你昨天沒洗頭 - 它每天除了可以鼓勵我之外 - 我覺得它有的時候對我來說也是 - 生活上面的警惕 - 因為你如果忘記撕它 - 你可能隔任幾天會想 - 啊我忘記撕我的日曆了 - 然後你下一次要撕的時候 - 你可能一次要撕掉五張 - 錯過很多天的感覺 - 對 - 你那個撕那個五張的時候 - 你就會很懊悔 - 天啊我過去這五天到底都在幹嘛 - 是不是免我好好過日子 - 我覺得你們咖啡機的咖啡很香欸 - 這跟我們公司的意思不一樣嗎 - 一樣是Nespresso - 只是可能你剛好今天喝的膠囊不太一樣 - 這也是你最近新買的對不對 - 沒錯 - 最近買了咖啡機這個東西 - 我覺得也是還蠻有感的一件事情 -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一個咖啡人 - 有咖啡機這件事情 - 跟你直接去超商買 - 感覺不太一樣 - 自己再按一下咖啡機的這些小動作 -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都可以讓你得到一些滿足感 - 有時候我在公司泡咖啡也不是真的想喝咖啡 - 就只是想要那個過程 - 享受那個過程 - 你按一下那個鍵的時候 - 然後看著咖啡慢慢流出來 - 立刻聞到咖啡的那個瞬間 - 就會覺得又是一個新的一點的感想 - 而且我覺得每次你泡完咖啡回到你位子 - 然後我聞到那個咖啡箱 - 我自己就也會覺得 - 哇心情很好 - 就跟大家分享我選的是這一台 - 我覺得當然第一個就是它本身外型很美 - 這個它是有結合奶泡機的 - 所以你就是這邊幫冰牛奶進去 - 按一鍵它就可以直接幫你完成 - 我覺得也算是很懶人使用的一台咖啡 - 而且這台就很漂亮啊 - 會覺得是擺在這邊 - 就會覺得心情很好 - 對啊 - 其實Nexpraco他們還有很多不同大小的機型 -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去挑你喜歡的感覺 - 就不一定要買這台啊 - 這台我在公網上買9000左右 - 因為還有夾構什麼膠囊啊什麼的 - 我覺得是真的真的 - 滿讓自己生活上面很有感的一個小東西 - 下一個東西 - 我自己也覺得是有了它之後生活上面很有感 - 想講的是水養肌 - 可是我覺得水養肌 - 在大部分人家裡可能都會有這樣子的一台 - 除了視覺上面好看之外 - 我覺得味道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-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你喜歡的精油 - 看它就是這樣子煙跑出來 - 會有一個微弱的燈光 - 它真的可以讓你心情很放鬆 - 除了拿來當成精油使用之外 - 之外呢我偶爾會把它拿來當成植物的加實器 - 有些植物是還蠻需要一定的濕度的 - 所以你不放精油進去就單純放純水 - 放在植物的周遭可以提升它空氣的濕度 - 我覺得這也是水養肌的另外一個小用法 - 下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- 知道是什麼東西嗎 - 我愛耐特 - 沒錯 - 這是床墊 - 因為我真的聽你講過很多遍了 - 因為我真的聽你講過很多遍了 - 而且我覺得尤其是年過25歲之後 - 以自己在睡眠品質就變得更要求 - 因為你體力很下降 - 欸我覺得這真的是很好 - 好像是啦 - 你25歲了嗎 - 我剛25歲 - 所以我正在體會中 - 你接下來這一年就會立刻感覺 - 自己的身體多麼容易累 - 因為我愛耐特真的是很初期的案子 - 我們就開始使用他們家的床墊 - 聽過太多太多客人的好評了 - 而且我覺得他床墊好的地方 - 因為他是獨立桶床墊 - 這段好像業配 - 可是我真的沒有要業配 - 我是認真想要跟大家分享 - 因為他是獨立桶床 - 他的支撐度也很好 - 而且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樣 - 是開始擁有自己的房間 - 你是所謂的床墊手購足的話 - 我是真心覺得玩耐特床墊 - 是CP值很高 - 然後很好入手的一款床墊 - 應該是吧 - 我現在很想去那一區 - 我太想要你介紹那一區了 - 好來 - 這個 - 感覺很厲害 - 對 - Marshall 其實就是下一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- 我其實也是買了一陣子 - 但是之前我都是一直放在工作室 - 然後我改動兩房間之後把他搬回來 - 我才發現其實我真的使用他的頻率超高耶 - 我每天下班回來 - 然後我第一件事就是先點音響 - 而且我覺得轉換不同的音樂 - 也會很可以轉換不同的情境 -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說 - 那你就只用手機或是電腦播音樂就好啦 - 可是我覺得不差很多 - 因為像我就是那種我可能走進廁所 - 或是走到外面去拿東西的時候 - 都還是希望我可以聽得到音樂 - 所以我音樂其實播的挺大聲 - 但是你手機播的很大聲 - 跟你音響播的很大聲 - 它的音質上真的差很多大 - 就有一台音質好的音響真的有差 - 真的有差 - 我覺得好像一直被你推坑 - 是不是很想買我放機油的東西 - 我買的這一台的話它是Standmore 2 - 我用的那個app是Spotify - 它本來就已經有很多不同的情境歌單跟電台 - 大家可以自己選擇 - 比如說它會有居家常聽的歌 - 或者是dinner time之類的 - 像那種音樂歌單 -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不同的情境來聽 - 我自己的話有存一些歌單 - 其實是可以讓大家來追蹤的 - 因為我時不時就會更新在上面 - 有想聽的話 - 把我後製在這個上面 - 大家也可以試著幫自己建立歌單 - 我覺得建立歌單也算是很不錯的習慣 - 因為像我有一些歌單就是 - 中文歌集 - 有些是悲傷歌集 - 所以我覺得建立歌單也可以幫助你 - 在不同情境下進入那個當下的狀態 - 就是很推薦給大家一個方式 - 好 以上就是我這次分享給大家 - 就是在生活上面我自己用起來 - 真的覺得有明顯感受的物品 - 然後也可以很幫助我自己找到 - 生活中的小確幸的一些東西 - 大家有沒有被sale推坑的東西呢 - 我自己是有好幾個都滿心動的 - 明天呢就是要帶大家還有sale來我的房間看看 - 那我們下一集見 - 掰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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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薄黑的水 - 白的小塊 - 白的小塊 - Toni 黄的小塊 - 補黑的小塊 - 融糖 - 在那一大小塊 - 白的小塊 - 黄的小塊 - 黃的小塊 - 黃的小塊